有問說 接下來的市場是否會一浪低於一浪呢 E10大前會不會有反彈浪呢 沒錯 市況除了關心一個經濟因素之外 我想對於一些正經因素 我想市場亦都比較關注一點點 接下來的第四季 我想有幾個因素是值得投資者去重視的 第一個就是20大 現在暫時有傳20大有機會在10月份舉行的 我相信20大這個因素對於市場帶來的影響 是會偏向正面多一點點 因為市場都會有一個維穩的預期 或者說在相關的會議當中 會不會帶回一些利好的政策 去支持整個經濟 這個對於港股或者對於內地股市 我相信都會有一個正面的作用在這裡 但是同時我們見到美國中期選舉 也都會在11月份舉行的 而美國中期選舉這個事項 我相信對港股是會帶來比較有壓力的影響 因為始終對華政策會是美國中期選舉 一個比較聚焦的點 而越是臨近這個選舉 我相信無論是民主黨或者共和黨 可能都會有些對華政策是更趨於強硬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對於港股 自然就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在這兩件事件時間點方面 比較重合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有機會利好因素和利淡因素會互相抵消 所以我覺得這個二十大雖然我覺得是會有一個正面影響 但是投資者就不會有太高的衝勁 另外一個觀眾是Rocky Tam 他就問說如果想低後薄港股反彈 怎麼看呢這個策略 如果是的話又應該買20000號還是3008號呢 這樣看我覺得港股 你說多少點才是一個最低的底部 我覺得相對來說是比較難判斷的 但是如果我們拉長一點時間段來看的話 其實今年以來恒指有幾次的時間 是跌穿了20000點 包括了現在的 但是如果在20000點以下 如果大家是慢慢部署的話 其實往後都會有一個時間段 給大家有一個不錯的空間在這裏 所以我自己純粹有一個比較估值的角度 我認為恒指低過20000點 其實真的具有一個比較中線的投資價值在這裏 當然每次跌穿20000點 其實港股的底部都不同 譬如今年來說的話 最低試過18,235又試過 或者港股19,179點也試過 而這一次最低差不多是回到19,220附近 我自己覺得如果真的以一個中長線來看的話 如果那20000點以下投資者不妨都可以部署 整個恒指的一個看好的部署在這裏 如果是一個短線的話 我會留意兩大的指標 首先短期來看的話 我相信恒指未必有一個很強的上升動力 或者有一個很大的向下動力 而向上看的話 我覺得港股要轉勢的話 100天移動平均線 會是一個重要的參考指標 我想現在大概處於20,700點附近 也就是說只有突破這個點 才可以代表港股是真正扭轉到一個弱勢的 而向下看的話 我相信比較大的支持位 就是剛才所說的 大概19,200點附近 如果跌穿這個位的話 不排除港股 有機會再試試下方一點 比如19,910的水平 所以兩個關鍵的指標可以留意著 而向下地幫我暫時看19,220點 是 值不值得用200,000或者300 保退博這個反彈呢? 我覺得200,000是一個 即是中長線可以去部署的資產 因為我覺得港股始終的股值比較便宜一點 是少佐治 因為有多記費的功勢